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视频得破个例 因为我之前说过 我们不能连续做台湾的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没事总提台湾这两个字 我觉得容易口臭 因为台湾这两个字 我们现在听起来说起来觉得有点恶心 但是没办法 这个小岛是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 有些事情我们听起来又不吐不快 那么这个视频说什么呢 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 台湾岛内就开始集中的讨论美猪的问题 原因就是台湾从明年1月1号起 就开始大量的进口 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猪肉的这些产品 进到台湾来了 那么台湾老百姓就要非常荣幸的 吃到了这些自由民主 人权的这些美国猪肉 我记得之前 他们管罕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他们有个简称就叫美猪 包括之前他们马英九那个时期 有过一段时间 对于美国牛肉的讨论 也是他们简称叫美牛 当然美国牛肉当年 他们讨论的是这个狂牛症的问题 那么结合当年的美牛和现在他们正在 天天讨论的美猪 本来上个月我就听他们美猪美牛 美牛美猪 天天美美美美美 但是我这两天 又听他们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们这个称呼变了 不叫美猪了 叫莱猪 当时我一听莱猪 什么莱猪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莱 你知道吧 后来我知道了 莱猪就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莱克多巴胺是他的学名 对吧 这个我们换成这个土话 就是瘦肉精 那为什么突然把这个美猪变成莱猪这个称呼了呢 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 你知道吧 美猪美猪不是喊了好长时间了吗 突然变成莱猪了 我就呢就是有意的看了这个好几个政论节目 只要是讨论这个题目的 无论是蓝营的 无论是绿营的 无论是蓝的媒体人 还是绿的名嘴 大家好像不约而同 都从当初的这个美猪的称呼 现在都一下改成这个莱猪了 我想无论蓝绿对吧 包括有些自诩为中立的台湾媒体人 怎么突然这个大家一口同声的 全部都能步调一致的把美猪的称呼变成莱猪呢 我就想了这个追根溯源啊 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让他们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结果呢就被我查到啊 如果我查的不错的话 是在上个月的中旬左右 台湾呢有一个叫食安委员会的 他呢就建议大家 他说啊 美国的猪不见得全部都有莱克多巴胺 所以我们不能以标示歧视美国的猪肉 然后呢建议大家以后再讨论类似于 含有莱克多巴胺美国猪肉的时候 不要简称为美猪 这样的话对美国猪是不公平的 含有歧视美国猪肉 或者说歧视美国猪啊 这么一个意味在里面 所以呢在讲究人权啊 讲究平等的台湾共和国 这个台湾的这些政府部门呢 号召大家不要叫美猪美猪了啊 我一听呢有道理 对吧 的确是啊 那美国猪肉的确不都含有莱克多巴胺 这是事实 但是我好像听到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呢 美国猪肉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啊 它真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其实还就是在所有美国猪肉里面 它是少数 但是不幸的是 这少数的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以后都会进到台湾去 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个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在美国猪肉的总的产量来讲 它是一个低比率的啊 它是一个少数派 但是呢 这个少数派对于台湾老百姓 台湾人民来讲 它就是一个多数派 因为它都会去到台湾岛内啊 你们将有幸的这个品尝到 这么美味的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对吧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台湾政府 包括台湾人民 对于如何称呼 从一个国家来的产品也好 包括从一个国家来的人也好 通过这些行为来体现台湾人民的高素质 讲文明懂人权 我觉得呢 这个香港的不是香港 台湾的这个实案委员会啊 它这个倡导啊 它这个建议啊 非常重肯 我坚决支持 但是呢 大家发现啊 从今年的春节到现在 台湾的所有的政府部门 包括绝大部分的媒体 包括绝大部分的媒体人 他们称新冠肺炎 一直到今天 他们还称之为武汉肺炎 如果说你看台湾政论节目的话 你无论调哪个台 知道吧 你就是调到那些蓝营的台 他口头上他不叫武汉肺炎 他叫新冠肺炎 但是呢 往往台湾的政论节目呢 都是蓝绿都有 蓝的嘉宾也有 绿的嘉宾也有 你只要是轮到那些绿的啊 或者说某一些 看上去好像党派这个身份不明的 但是他们口必称武汉肺炎 尤其是台湾政府 什么行政院啊 什么那个卫福会了 叫卫福会还叫卫生部啊 咱倒不清啊 反正人家政府部门公务员 包括老百姓啊 你看台湾那些论坛上都叫武汉肺炎 我记得曾经有人呢 问我苏贞昌 对吧 问我苏贞昌 说你这叫武汉肺炎是不是涉嫌歧视啊 苏贞昌当时言辞拒绝 苏贞昌说 中国不要玻璃心 既然这个病毒是打你们国家 这个传出来的 你们现在就应该深刻的反省 而不是一天到晚计较这些小事 我们就是要叫武汉肺炎 哎 你看人家的回答 这个质地有声 对吧 到了台湾这个卫生部啊 那个姓陈的是吧 陈时中这个大傻叉 他是每天开记者会 他的记者会 他就是谈武汉肺炎 知道吧 他每天武汉肺炎是挂在嘴边的 曾经也有记者问我他类似的问题 陈时中我记得他有一次是回答啊 我本来想查出他 调出他那个视频呢 结果找了半天没找到 但是我清晰记得有一次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 没有必要总是谈论这个 这个病毒的这个名称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既然叫武汉肺炎 原因很简单 第一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中国武汉 第二 我们怕台湾老百姓分不清楚 如果说我们叫新冠肺炎的话 台湾老百姓就懵了 台湾老百姓只认识武汉肺炎 不认识新冠肺炎 第三 他就回怼这个记者 他说啊 我可以不叫武汉肺炎 难道你让我叫中国肺炎吗 我记得这是陈时中说的啊 好像是他说的 反称是台湾目前现任政府当中的 类似于像陈时中这号人说的 有一定的公权力 有一定的权威性 他就代表台湾政府啊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轮到美国猪肉的时候 你们说不能叫美猪 只能叫莱猪啊 怕影响这个台美关系啊 怕这个被人扣上歧视美国猪肉的帽子 但是轮到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他们坚决的称之为武汉肺炎 不管全世界啊 怎么倡导大家不要地狱歧视 你看WHO也好啊 任何一个国家 你看到没有 除了特朗普 特朗普他提中国肺炎的时候 他也是挑时间提 他不是每次都提 知道吧 他想提中国议题的时候 他才叫中国病毒 但是特朗普在他嘴里边 他提到的COVID-19 比中国病毒的这个次数多得多 他想打中国牌的时候 他就变成中国病毒了 他不想打这张牌的时候 他就变COVID-19了 但是呢 这个台湾呢 人家这个地方就是始众如意 从我们发现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开始 一直到今天 今天是11月中旬了吧 差不多一年了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包括老百姓 我还看过一次台湾的路边街坊 对吧 有记者也问到大家对于武汉肺炎这个称呼的看法 我发现台湾老百姓也是非常统一的 大家觉得挺好的 对吧 就叫武汉肺炎 叫习惯了 对吧 你突然改个名 我们也不习惯 我们就想叫武汉肺炎 气死你 大概就这意思 所以我觉得在美猪和武汉肺炎的这两个一对比 我就发现了 中国人真的不如美国猪肉 起码是在台湾人眼中 看到了没有 台湾人能把自由民主人权应用在美国猪肉身上 但是他坚决不会用在这个中国老百姓身上 你说所有的美国猪肉不都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没错 你说的对 但是你叫武汉肺炎 那你的意思就是 凡是武汉人都是得有武汉肺炎的咯 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另外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在准备在搞这个顽固台独分子的这个名单吗 我建议啊 我听见很多人啊 这个在说这个怎么去制定这个标准 对吧 什么叫顽固 什么叫不顽固 你既然搞名单 你就有一个排序 对吧 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就像这个当年的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一样 总有老大老二老三 总有一个一百零八 你怎么排啊 在我看来 以眼下的两岸情势来讲 凡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 类似于以歧视性的 侮辱性的啊 含有强烈的仇视性的 对中国老百姓的称呼的这些台湾人 都应该作为 我们在考虑他是不是应该上这个顽固台独分子清单的这个标准之一 应该把它列为标准之一 就类似于像陈时中这家傻叉 其实我对陈时中 我是非常非常恨的 可以这样说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比苏贞昌还可恨 真的 他作为一个仅仅是管这个卫生防疫的台湾的这么一名官员 竟然他对两岸关系 这个叫什么 恒加指责 天天指指点点 每一次他开那个什么狗屁防疫会议里面 充满了对对岸的仇视和敌视 但是陈时中这次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有资格 这个登上我们的顽固的台独分子的名单 千万不能把这孙子给忘了 不要以为他好像不是这个台湾军队的 他也不是什么台湾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你就把他漏了 陈时中这个王八蛋一定要把他算上来 一定不要让他当成这个漏网之鱼 这一不小心又说了12分钟 12分钟里边我说了多少次台湾的俩字 不行了我再去刷牙去了 好 这期就这样了 拜拜